关注CBE赛事营造良好的竞赛环境 分享篮球的精彩与快乐 大家好 罗言看球啊 今天的话题是 山中南南主教练龚小斌 偶度就高世炎是否留队问题 接受记者采访 CBE第三阶段即将开战 有关媒体啊 近日采访山中南南主教练龚小斌 就高世炎 今后是否能留队的问题 进行了谈话 龚小斌指出 高世炎来到山中队这时候啊 深受教练组的血爱和球迷队 他已经把自己融入了球队 高世炎自己也非常努力 也有自己的需求 愿意在山中南南 高世炎已经融入了山中南南 可以说啊 在这来的时间以后进步很大 山中南南对高世炎也有很大的期待 这一说能不少留到山中队 这个龚小斌指导非常坦言的说啊 他需要两家俱乐部和球队进行协商 和根据各自的需求来确定这个事情 在山中南南还是希望高世炎能够留在山中南南 下面我们就一起听一听龚小斌指导 就高世炎问题的谈话吧 高世炎的话应该说 刚才这个 谁朋友也说了啊 应该说今年到山东队来 就是说包括和朱镕镇的互换 是吧 属于两个球队的这种 说这位置 需要吧 我觉得高世炎来的球队 包括之前也非常努力 是吧 后期的话可能随着比赛这个 这个关注度高了 包括这种 这种对方可能对对方这个重点研究了 作为他自己需要一个调整 是吧 也所以说不是说单纯哪一个人的问题 是吧 小高呢 应该首先感谢到山东有这个平台 感谢山东这个平台 是吧 包括教练组 对他的话也是 算是精心 不能说精心指导吧 就是说在一些这个 这个这个 随着比赛 包括自己自身的不足 是吧 原来的话在辽阴队相对是一个防守型的 对以防守为主 替补队员 是吧 来了这个可能要求他更加的全面 是吧 这方面应该说小高也非常努力 是吧 表达了这种愿望 将来之所以能不能留在山东 就是一个是看两家区道部的这种 后期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所求 再一个就是说 都有机会应该说 是吧 我觉得他首先的任务是通过这两年的这种 两年转会到山东这个平台也好 首先的证明自己 龚学斌知道对高世炎可以说后来有加 高世炎的加盟 对山东南南无疑就是一个大的提升 高世炎顽强勇猛 防守型 进攻型的组织后卫 山东南南带来了活力和生机 无论高世炎两年后 守游队 还是返回辽宁 我们希望CBE第三阶段已经开战 马上就要开战 来请高世炎 要打出自己的高光时刻 发扬敢打敢拼的硬朗作风 为自己的职业生涯 增光天才 为山东南南的战绩 多做贡献 好 鲁岩砍球啊 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感谢你的关注 点评与转发 谢谢大家 关键一功了啊 高世炎 顶着韩德军三分命中 2.2秒 又是高世炎 面对自己的东家 没有 没有